麻香抠痰 软嫩滑口 这只味绝了 好好吃饭 今天老徐请您吃麻婆豆腐 只要三点 豆腐口感一定很哇塞 第一点是选用嫩豆腐 切两厘米的四方块 水开时加盐这样去痘性气 而且不易碎 水开放豆腐 煮好捞出备用 第二点 调味要正 锅烧干麻椒备香 小火慢慢备 晾凉 给它擀碎 咱家里擀面杖 酒瓶都可以 好 擀碎备用 咱再背一块牛肉 切成沫 锅里放油 下牛肉沫 下锅煸炒 炒松 炒散 加入姜 葱 蒜 加入豆瓣酱 开水 放入豆腐 豆腐下锅以后千万不要烂搅动了 轻轻的给它晃动 烤盐 来点糖 加入擀好的麻椒 第三点来了 勾芡三次 不能少 第一次给麻花豆腐勾奶汤芡 是芡汁中最细薄的 又叫薄芡 第一次勾芡的话只能勾到六层左右 三次更容易掌握芡汁的粘稠度 最后来点红油 来点芹菜叶 瞧瞧这颜色 我再送您五碗米饭 咱们见 咱们见